我们都知道呢 吃宵夜会造成脂肪的堆积 体态变胖 可是如果经常使用的吃宵夜 也会导致罹患乳癌的风险 跟着增加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 针对非乳癌以及乳癌患者 做研究 统计他们夜间进食习惯 透过数据发现 习惯在凌晨12点到2点 吃宵夜的女性 是罹患乳癌的最高危险群 你完全不吃宵夜的人 高出1.7倍 因为晚上在吃宵夜 也许又多进食来一些 热量的东西 那这些热量就没有办法消耗掉 也许就脂肪的组织就会增加 那也许它还会搅乱 我们这个乳房的这些 或者身体上的这些荷物的状态 比如说我们的褪黑激素 我们收拾的褪黑激素 位于左右脑之间的松果体中 除了能调节生理时钟 帮助入眠 还能触发T细胞淋巴球 强化身体免疫功能 甚至中和致癌物质 阻断破坏力 年轻女性的褪黑激素 大约在晚间8点开始增加 凌晨2点多 达到分泌最高峰 那么如果你吃的太多 也许就把这些褪黑激素搅乱了 让它的含量就变少了 那可能它的免疫力也下降 我们身体上的褪黑激素 都要有一定的含量 当然它随着一天的变化 有增有减 但是如果说褪黑激素稍少的话 也许它的免疫稍差 也许会延伸一些相关的疾病 当然就不排除乳癌在内 除了遗传因素 以及环境荷尔蒙外 肥胖也扮演了关键角色 爱喝寒糖饮料 吃高油脂高热量的饮食机关 都会因为荷尔蒙影响 容易引来乳癌上升 世界医学新知大典提醒您 专家建议过了晚上十点之后 就不要再吃宵夜 如果真的饿到不行 也要避开淀粉 以及高热量食品 多吃素果 别为了解口腹之欲 赔上健康